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学们应该是指纹其名 未读其文 不过确实对芬尼根的水灵叶这样的一部作品 哪怕是想把它说清楚也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芬尼根的水灵叶是爱尔兰作家 Jimmy Chowice的最后一部作品 也是他继尤利西斯之后 文学思想和艺术手法的一次本质性飞跃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芬尼根的首灵叶 实际上是乔伊斯对自己过去创作的一次超越 而且也是对相当于是当时的文学的一次超越 可以说是一次从美学到观念的一次重大的改变 那么在书中乔伊斯放入了 爱尔兰勇士Fan Michael的传说 中世纪亚瑟王传奇里边特里斯丹和伊瑟的故事 基督教文献中间圣帕特里克的故事 圣凯文的故事 然后还有其他的爱尔兰的神话传说 中国的历史风俗 埃及印度的神话 穆斯林国家的典籍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 那么此外呢他还放入了就是像从莎士比亚到斯维夫特到叶芝 从古至今一大批作家的文学史 此外还有政治经济物理数学音乐绘画等各类知识 因此按照乔伊斯的说法呢 他是在用芬尼根的守灵业呢 要写一部世界史 那么乔伊斯的这个目标呢 几乎就是可以说跟造物主创造世界一样大 乔伊斯自己在向朋友讲解芬尼根的守灵业的构思的时候 他也想到的就是造物主创造世界的时候的那种复杂性 那我觉得这种相似性应该就是他的这个想法不是偶然的 就是我们读了很多世界史 那么世界史有的可以很简略在一卷中间就完成 有的也可以很详尽 比如说一个时代就可以包含很多册 而且呢就是在乔伊斯那个时代 其实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有写世界史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构想 比如说像英国作家这个威尔斯 他就写过一部世界简史 那么威尔斯的世界简史 基本上还就是传统的一部高度概括的历史教材 而这个乔伊斯的 芬尼根的守灵业呢可以说是一部高度包容浓缩的文学作品 如果说威尔斯他写的是表象 那么乔伊斯要抓住的是人类历史的灵魂 他是要让读者在自己的诗中感受到世界的风营 博大 包容 变幻莫测 被历史教材梳理后的世界史 其实是干巴巴的事件的罗列 感受不到人类历史中的爱恨 冲突 欲望 跃动 而乔伊斯他要抓住的是人类历史的活生生的脉搏 要做到这一点 他必须制造一个文学的万花筒 乔伊斯也称芬尼根的守灵业是一个万花筒 但是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才能如此的炫目 闪烁 千变万化 那就是芬尼根的守灵业的语言 芬尼根的守灵业的语言 其实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语言 是世界历史的语言 这个语言不但必须只有一般文学语言的多益 双观 而且还必须具有现在语言所没有的包容 衍生 变动 必须能把历史和当下融合在一起 把个人和整体融合在一起 把已知和未知融合在一起 那么乔伊斯寻找着这种语言 他不在任何现存的语言之中 他只能自己去创造 那这就是芬尼根的守灵业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语言 只有这种语言 我觉得才能够跟人类历史的呼吸相呼应 只有在这种语言中 乔伊斯才能听到整个世界的躁动 乔伊斯早就认识到world 词语就是world 世界 我觉得他最终终于找到了 这个可以跟世界等同的词语 这就是我在这里边放入的芬尼根守灵业开头 一小段大家可以感受到的 芬尼根的守灵业的词语 那么跟尤利西斯不同 芬尼根的守灵业更类似于一个室内剧 甚至都没有尤利西斯的丰富的社会背景 那么芬尼根的守灵业的丰富在哪里 含义又在哪里 那我觉得其中呢 很大一部分 其实存在于里面的人物 意象 语言等各个层面包含的众多象征之中 存在在这些多意象征组成的多维体 所包含包运的含义之中 那么守灵业中的伟大原型组呢 是父亲母亲 汉弗尔·芬普顿·伊尔维克 和安娜·李维亚·普洛拉贝尔 那么主人公汉弗尼·芬普顿·伊尔维克 他名字中间的这个汉弗峰 他就暗示着一座山峰 那么首先呢就是霍斯山 这是都布林北部深入大海的一座山甲 霍斯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头 那么在芬尼根的守灵业中间呢 伸到海里的霍斯角 他被当作沉睡的巨人 芬麦克尔的头颅 都布林是这个巨人的肚子 而他的脚趾和脚掌呢 则位于都布林西端的凤凰公园 那么叶维克 他也可以写作这个叶维克 是一种就是取手 就是一种可以会飞入人的耳朵 然后嗡嗡作响的一种小虫子 但是呢 这个小虫子本身就可以让大家联想到 它在耳朵里面想就能够把人唤醒 那么这个词呢 其实也可以解读为 Vicar 那么就是一个醒来的人 觉醒者 所以这个故事呢 也是一个阿尔兰民族觉醒的故事 那么女主人公 他的这个Livia Livia首先指的就是都布林的丽菲河 那么这条河呢 横贯都布林 而且呢 就在都布林市的边缘汇入大海 这条河象征着生命的各个阶段 在书中也以一个化身为云的小女孩 一位家庭主妇 一个老狱 一个穿过都布林城 带走这座城市所有污秽和基层的 清觉女工的形象出现 而且正是由于Livia 有着不同的年龄面貌 她在书中 她也跟她的女儿Easy 混在一起 有的时候难以区分 所以呢 有人认为她们的关系呢 是尤利西斯中间 莫里和米丽 女儿米丽的关系 也是乔伊斯自己的妻子 诺拉和女儿 卢西亚的关系 在书中 Easy 是她母亲的年轻版本 也是她父亲所娶之人 所以她既是女儿 又是妻子 这家中间 还有两个儿子 Bidja Shem 是个失败的 还有尤差 Shun 是一个成功的政界人士 他们呢构成一种 对立统一的变整关系 而且这样的二元对立组 在芬尼根的守灵业中 大量存在 他们两个 可能是指乔伊斯和他的弟弟 斯坦尼斯 也可能是指尤里西斯中间的 斯蒂芬和穆里根 当然还是指历史上 很多很多的人 比如说 拿破仑和惠灵顿 那么这个呢 是一家人的组成 此外 他们还有一个叫做 凯特的女仆 和一个男仆 但是呢 这个男仆 会化身为四位老者 他的身份呢 更加的模糊 此外呢 在书中还有12位酒吧顾客 他们会化身为12位陪审团成员 审判主人公 伊尔维克的罪行 总之 书中的人物虽然是个体 但同时又代表着 人类历史上的一类人 加拿大著名的乔学家 托马斯坎贝尔 他认为呢 这样的一个用法 是跟梦境有关的 因为呢 这个芬尼根的守灵业 首先就被认为是写的梦 那么所以呢 坎贝尔说 一个做梦之人 具备两重梦境法则 用容格的话来说 一重是个人的 另一重是集体的 当你进入睡眠 你携带着个人经历的残留回忆 你梦境的个人层面 我能通过考试吗 我该取苏系还是背地 与你个人生活中的那些经历有关 你可以记住这类的梦 它们只是个人化的事情 但是 容格指出 在个体层面之下 你梦境的能量是人类身体的 生物性的那些能量 你的生理机能 与植物和动物的生理机能相联系 他们同样分享生物能量 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体智慧 与精神智慧相对 当你在梦境中深入 当你进入身体永恒能量的领域 你的精神智慧逐渐消失 身体智慧在生发 你随之感受到了梦的集体秩序 那里的意象 与神话的意象是一致的 而既然其中一些意象 在你的生活中 没有被允许发挥作用 那么你便精益的 与他们建立起来联系 这段翻译是我的学生翻译的 现在呢 我正在带着我的学生 在翻译一本 托马斯·凯梅尔的 研究乔伊斯的著作 那这个非常的精彩 希望呢 今年年底呢 就应该可以出版 那么当然呢 那就是即便这样 我还是依然没有把分一根 就没有办法把分一根 守灵业里边 人物意象的所有含义都说清楚 甚至呢 他的这个丰富的内容和无尽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 都超出了乔伊斯本人的意图 那我能够向大家简单介绍的 只能是他故事里边 二十世界都柏林的 这个现实世界的层面 也就是作为情节核心的 一个酒吧老板一家的 一晚的生活 整个情节其实非常简单 或者说呢 情节在分离根的守灵业中呢 只占一小部分 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的前四张围绕主人公HCE展开 第一张叙述的是这个分离根 分离根是这个主人公HCE的一个化身 他的死亡和守灵 伴随着他的死亡和复活的是整个人类 尤其是阿尔兰历史的毁灭和苏醒 这一张的重心是两个场景 一个是分离根的守灵业 一个是参观凤凰公园的惠林顿纪念馆 纪念馆的展品讲述着一场 于历史书上记载的 全然不同的惠林顿与拿破仑的战争 在第二张中 HCE来到都柏林 HCE这个缩写 囊括了男主人公的各种化身 此时的HCE就如同中世纪的英雄 人们传说着他的各种事情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他在凤凰公园犯下的下流罪行 于是第三张中 都柏林的法庭对HCE展开审问 可是证人们却众说纷纭 与其说审问确证了HCE的罪行 不如说让读者领略了叙述的虚假 直到最后 法庭也没有对HCE的罪行 给出一致的说法 但是他依然被关进了一个房间 听评人们朝他扔石头 而他却跟那些 就是为了人类原罪而隐修的僧侣一样 耐心的抄露着经书 他的坟墓建造了起来 棺材却失踪了 有人说他死了 有人说他逃亡在外 第四章 这个讲述HCE的死亡和复活 但是呢 没有遵循时间顺序 反而又回到了 关于HCE的罪行的另外一些说法 这个时候呢 四个老人的这个主题也被穿插进来 就使得这一章的叙述显得格外的凌乱 第五到第八章 这个主要是ALP的故事 ALP就是女主人公 汉娜·李维亚·弗洛拉贝尔的各种形象的总括 在第五章中间呢 ALP主要是作为一只老母鸡 在半夜十二点刨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上写着HCE的故事 因此现在人们对HCE的认识 变为了对信的破译 而从书中对这封信所作的描述看 这封信其实就是芬尼根的手里 第六章叙述的场景 转向了一个好像是教室的地方 那么内容是由十二个问题和回答构成的 那么这些问答呢 它主要是还是围绕着全书的各个主题 第七章 在这一卷中间 有点突兀 因为他的叙述突然离开了 这个父亲和母亲 转向了他们的儿子 Sham 有的研究者解释说 之所以有这个转向呢 因为Sham Sham呢是这个 ALP Hanna的宠儿 那我 而且我认为呢 Sham不仅是Hanna的宠儿 他也是 就是伊尔维克 HCE的宠儿 而且他跟他的父亲最像 因此呢 他也是一个小HCE 因此呢 他也跟犯罪的HCE一样 这里Sham的形象也是不光彩的 他被描绘为一个下流无耻的冒牌货 就是Sham 证明他的下流成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那么第八章呢 是两个洗衣服 在河边一边洗ALP的衣服 一边谈论着他 在他们眼中 ALP照料 讨好 保护HCE 然后呢 给孩子们带来礼物和快乐 第二卷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半晚 八点半左右 描写的是 伊尔维克一家入睡前的活动 第一章写 伊尔维克的两个儿子的化身之一 Chaff和格拉格 跟他们的妹妹EC 在街道上做游戏 不过呢 这个第二部 虽然以写实为主 叙述呢 依然不时跨越时空 与历史和想象交织在一起 超现实性的一个表现 是与女儿伊西在一起的 还有28位少女 她们的存在 衬托出伊西 作为润月女孩的特殊身份 作为闪化身的格拉格 在游戏中失败 黯然离开 而作为消音化身的查夫 则俨然成了少女们的偶像 不过呢 伊西依然思念着她的格拉格 第二章呢 写三个孩子回到楼上 两个兄弟一起做作业 妹妹伊西则在旁边 这个支着毛衣 这一章的布局 在全书中是最独特的 因为她的正文 放在页面的中间 好像是课本的正文 左右两边 是两个兄弟各自的注释 语言风格一装一写 而到了该章的中间 这种注释的风格 发生了互换 就好像两个兄弟交换了位置 或者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 两个人分别向对方转化 那么叶角呢 是妹妹的注释 用语比较平实 结尾处呢 是三个人的签名 那么表 显示出这又是一封信 而不是这个书的 这个做批注 那么这封信呢 是一封写给父母的夜晚的信 第三章 转向了楼下的酒店 有十二位酒客 一边喝酒 一边大声喧闹 然后里边还掺杂着 收音机里边播放的 挪威船长跟都柏林裁缝的故事 爱尔兰士兵巴克里 射杀俄国将军的故事 那么主人公伊尔维克 站在收音台的后面 酒客们好像要求他讲故事 但也好像是在对他进行审判 最后酒客们都离开了 那么伊尔维克呢 把他们剩下的酒杯中间的那些残渣 那个全都喝光 醉倒在地 第四章呢 是四位男性老妇 偷窥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而这四位男性老妇呢 被缩写为 这个圣经中的四福音作者的 这个字母的 这个首字母的大写 MMLJ 他们是四个居家丈夫 嫁给了他们的妻子 第三卷 是以对话为主的 对应着意大利哲学家维克 在新科学中 他所说的民主时代的异政模式 那么我们知道维克在新科学中间 他提出的这个神的时代 英雄时代 人民时代和复归 这一历史循环模式 是分离跟守灵业的主要结构模式 就对应着我们这里边的 Book 1 Book 2 Book 3 和Book 4 那么Book 3的第一章 肖恩在众人的环绕中大声演讲 那么讲的是 Sham如何下流 第二章呢 是肖恩的另外一个化身 请问他要离去 在离开前呢 他像基督对信徒们一样 对依西和28个女孩 做出种种生活上的告诫 并且宣布另外一个人会到来 那么依西呢 则告诉这个穷恩 他自己爱的是另外一个人 第三章是肖恩的再一个化身 约恩 接受四位老者和他们的驴子的质询 约恩向这四个男性老妇 讲述了父亲的罪恶 讲述了兄弟Sham的卑劣 讲述了他跟妻子依西的爱 那么到这里呢 EC和ALP两个形象交织在了一起 约恩呢 也和HCE也交织在了一起 第四章描写伊尔维克 他们夫妇上床睡觉 那么这张床呢 也是审判之床 该章呢 从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了 伊尔维克一家的布景 而且呢 由12位旁观者 要对伊尔维克夫妇进行宣判 最后第四卷只有一张 对应着维克所说的历史的回归 也对应着本书重要的复活主题 在这一卷中间 太阳出来 酒店的门被打开 然而HCE依然在沉睡 一个声音呼唤他醒来 最后呢 ALP的声音响起 这既可能是弗鲁拉贝尔的 半梦半醒的独白 也可能是那封被母鸡刨出的信的内容 ALP一边拉拉杂杂的 在信中讲着家常 一边呼唤着他的丈夫 但他知道他的丈夫将会离开他 寻找一个女儿妻子 而他将会汇入大海 他就像那个汇入大海的河水 回到他父亲的怀抱 那么这是全书的这个大致的轮廓 那我们呢 以全书的开头两段为例 那给大家呢 具体了解一下 这个书里边的讲述方式 虽然呢 这只是两段 但是这两段呢 是汇聚了书中的很多主题的 那么 这一段 这两段 大家如果还看得清的话 它是大河奔流 流过夏娃和亚当之家 从起伏的海岸到挖进的港湾 又沿着宽阔回环的维克路 把我们带回到霍斯堡和郊外 特里斯特拉姆爵士 爱的提琴手 越过阿尔兰海 还没有从布列塔尼半岛北部 重来小欧洲 那参差不齐的地侠 再打他的半岛战争 奥康尼河边上风鞠木工的宝贝 一直成倍的胀大 还要把自己吹成劳伦斯郡的伟格 一个声音也没有在火中喊着我我 接受圣帕特里克的施洗 山羊皮诡计 尚未被用来欺骗又老又瞎的一撒 虽然很快就会如此 孪生姐妹 也还未怒对两位一体的 纳丹和约瑟 尽管瓦内萨十全十美 吉姆或闪 在弧形的光线下 把老爹的大量麦芽酒 麦芽酿成酒 彩虹的东端映照在水面 犹如蒙约之戒 那么第一句 大河奔流 Livering 我们可以看到 芬尼根的守灵夜 它是用小写开头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句子的后半部 那么前半部在哪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 一条道路 一种孤独 一次最后 一个所爱 一份漫长的 这条大河奔流 这种循环 是意大利学者维科 在新科学中 为人类历史 总结出的基本框架 那么 这里的河水 当然指的是利菲河 它流经亚当和夏娃之家 这个是利菲河边 一个叫做亚当和夏娃之家的小教堂 但是利菲河作为时间之河 更是从男女主人公亚当和夏娃 万物之父母那边流过来的 然后从起伏的海岸到挖进的港湾 海岸曲湾是指利菲河流过霍斯角 流进都柏林湾 就在那里边 那个地方坐落着HCE的酒馆 然而呢 乔伊斯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Swerve of Shoe 令人联想到呢 是伊点园里边的这个毒蛇撒旦 而且呢 也代表着女性的诱惑 而这个Band of Bay 这边 它指的是一个大公 一位土耳其贵族 他在这里边弯下腰 就好像都柏林湾的波浪涌入 并且在海滩上取湾一样 那么海水冲击着海岸 从根本上呢 象征着男女主人公 即共同存在 有相互对立的关系 而且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男女主人公不仅是人 也是地理空间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 维科路 那么这个Vicus呢 既指的是道路 而且呢 就是在多柏林的这个 达尔克镇 它确实有一条 就叫做那个Vico Road 而且它的这个形容词 这个Commodius 可以解释为Commodius 宽阔的 也可以解释为 Commodius 罗马暴君 因此代表着人类历史上的 罗马帝国 那么霍斯堡 是霍斯脚上的城堡 我刚才说过 这是这个巨人主人公的头颅 那么霍斯堡呢 是由这个特里斯特拉姆爵士建立的 他在英国占领 爱尔兰时呢 跟随着这个亨利二世 来到爱尔兰 霍斯堡和后面提到的 这个惠林顿纪念碑 都是杜柏林的垂直性地标 也在文中呢 被赋予了阴静的意向 那么霍斯堡和郊外 他们的首字母缩写 SCE 也是主人公的首字母的缩写 因此也指南主人公 因此第一段表面看 是描写了杜柏林市周围的环境 但同时也暗示着人类历史之和 从上帝造人到罗马帝国 到维克所说的各个阶段 再回到本书主人公象征的人类知识 那么 克里斯特拉姆 这个前面我说 这是霍斯堡的 这个第一位伯爵的名字 那同时呢 也是中世纪集市传说中间 特里斯丹和伊瑟中的男主人公名字的另一种写法 也是这个18世纪英国小说家斯特恩的 这个《向迪传》的主人公的名字 那么对于这个词呢 书中做了很多关于他的文字游戏 那么在这里呢 他也可以是这个trist 这个代表悲伤 也可以是chan 这个交通火车 所以呢 他似乎说 这个男主人公是一个神式的 神奇的媒介 而且呢 就是非常的悲伤 那么这个 viola是一个古老的法语词汇 画字呢 viola是一个就是类似小提琴的悬液器 那么这个 这个抒情维奥拉呢 是一个更加类似于中提琴的一种 就是非常音色柔和的乐器 那么传说呢 这个特里斯丹中世纪的这个骑士 他很善于演奏维奥拉 那么 而且呢 这个特里斯丹呢 他是从这个阿莫里凯来的 那么这个呢 是布列塔尼在中世纪的名字 布列塔尼的居民的祖先呢 是凯尔特人 特里斯丹 就是在布列塔尼长大 后来到了他的叔叔 英格兰的康沃尔的马克国王的麾下 然后呢 为马克国王迎娶阿尔兰的伊瑟 然后跟伊瑟陷入恋情 两个人呢 逃到布列塔尼 后来呢 被马克国王派来的刺客杀死 所以呢 在这个故事里边 特里斯丹和伊瑟的就是这个故事 他在书中呢 是象征着书中间年老男性和年轻男性的爱情竞争 这一个主题 但是同时呢 由于这个传说中间 尤其是在爱尔兰地方的这个传说中间 特里斯丹呢 只身逃到布列塔尼后他又娶了一个年长的妻子 那个也叫伊瑟 那么 因此呢 这里边又包含着 那个伊瑟呢 娶的就是年纪比较大 那么后来他又准备迎娶原先的这个比较年轻的伊瑟 所以他就是包含着书中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男性同时对母亲和女儿的爱 那么 那么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里边呢 那个他可以是 是 再次经过 现在还 没有经过 以及 在过去 已经再次经过 然后再加上这个 又一次抵达 那么这些呢 都暗示出来了 时间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那么 这是一个时间层面 那么空间层面 那么 之所以是 这个 说这个 Europe Minor 这个 小欧洲 那么暗示了这个 小亚西亚和欧洲 他们之间的 这个融合 那个 因为呢 这个 三体埃达的 这个 作者 斯图鲁松 他曾经提出来呢 他说凯尔特和北欧的神 是来自 特洛伊的历史人物 那么此外呢 这个英国的种族起源呢 有人说 英国人最初是来自于特洛伊城 而该城呢 我们知道是位于小亚西亚的 那么要打他的半岛战争 半岛战争 指的是1808到1813年 惠林顿在伊比利亚半岛跟拿破仑军队进行的一系列战役 以惠林顿的胜利告终 惠林顿呢 出生在都柏林 击退 并且驱逐了拿破仑 那么此外呢 这个 Penisolate 也可以解读为 Isolate pen war 孤立的笔战 那么指的是 这个主人公的儿子之一 Shan 因为Shan是penman 笔者 他也可以解读为 Penisolate 殷井之战 那么指的是 Shan 另外一个儿子 因为这个Shan最后在 两兄弟对女性的争夺中胜出 那么他们两个的名字融合在一起 又暗示了书中兄弟战争的主题 因为他们在同一个词语中间相互交战 那么这一句 接下来的一句 这个 里边出现的 Top Swear 这个词首先呢 会让我们想到 这个Tom索亚 就是美国作家 那个马克吐温的 Tom索亚历险记中间的主人公 那么 马克吐温 又可以让我们联想到 特里斯丹故事中间的国王马克 跟上一句的呼应 然后呢 又让我们可以想到 他的另外一部名著 哈克贝利菲恩历险记中间的 哈克贝利菲恩 而菲恩又 可以让我们想 联想到 这个爱尔兰的这个巨人 英雄 菲恩麦克尔 那么 菲恩在这个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那个除了是指菲恩麦克尔 还有这个菲恩麦克尔 和他的勇士们 这个菲尼亚 他们这个 后来就是首先他们是爱尔兰传说中间的这个勇士 那么后来呢 在这个美国爆发的追求爱尔兰独立战争的这个菲尼亚运动 就是用这个他们的菲尼亚命名的 所以这里边呢 又包含着爱尔兰民族的这个解放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这里边我们可以一直联想到美国的菲尼亚运动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为什么这个美国会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马克尔文这样的一个美国作家的主题会出现 而且在前面那个我们给大家说就是那个那个阿玛里凯 阿玛里凯其实也可以都也可以把它解读为美国 就是美国 而所有的这些隐身的历史的文化的内容都是由这个Top Square这个词换起来的 那么这个Top Square呢又是上风巨木工 那么这个上风巨木工就是指的就是伐木的时候 一棵大树要有两个男人用一把大巨在巨木井里边巨开 站在上方的那个就是上风巨木工 而再在下方坑内的那个是下风巨木工 那么在守灵业中间呢 上风巨木工当然就是Sean那个胜出者 而把巨蟹弄到眼睛里的坑内巨木工 就是他的兄弟Shame那么这是兄就是兄弟之战 这个母题的再次出现而那个树呢 则是他们的父亲所以这里边又又有师父主题的出现 那么Rooks这个词呢在驴语中间是可以理解为高丸 那么同时呢也指钱那么除了有性的主题 还指呢阿尔兰人这个来到了美国一开始身无分文 但后来呢发财致富那个变成了阿尔兰的富人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乔治亚州 它有一个叫做劳伦斯的郡 而那里边呢有一条叫做奥康尼的河流 河边正坐落着都柏林镇 据说呢美国有好几个地方叫做都柏林 所以呢说他们的数量总是在翻倍 而这个MAMP 中间的MAMP又是一种最早在1492年在德国酿造的啤酒 而这一年这个可以说对美国历史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所以乔伊斯把NAMP改成MAMP 这一改变就连接起了美国的历史 那么像这样的在不起眼的改变中间 预寒深意的地方在芬尼根的守灵业中随处可见 那么下面一句 A voice from a fire 来自火的声音 来自燃烧的灌木 带着摩西的记忆 而这个Missy Missy 是阿尔兰这个女性的问候语 那么他也是指示着阿尔兰的女主宝圣人 布里基特 由此也指阿尔兰 因为阿尔兰在文学中间一直被比为女性 阿尔兰有一种诗歌题材叫做幻景诗 也称作是梦幻师vision poem 在18世纪之前阿尔兰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但是他们的民族苦难和民族反抗是无法直接进入文学的 于是阿尔兰诗人就把这个主题划身为受难的女性 用女性被强暴的故事来掩盖 来这个就是间接的那个表达民族被殖民的这个主题 而女主人公遭受的蹂躪和痛苦呢 正是阿尔兰民族的痛苦 女主人公对英雄的呼唤 也是阿尔兰人对民族独立的勇士的呼唤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常常的词呢 它是指圣帕特里克在公元五世纪 使阿尔兰人接受了基督教这件事情 那么圣帕特里克因此呢 也就被视为阿尔兰的主宝圣人 现在阿尔兰的国庆节就是圣帕特里克日 那么圣帕特里克呢 在和圣帕利基特 那么在书中呢 都代表着这个阿尔兰的宗教这个主题 那么由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句呢 是对宗教这个历史的呼应 那么这个常常的句子呢 它也可以解为这个 这个被三 由三部分组成的 那么指的是三位一体 而且呢 这个圣帕特里克刚来到阿尔兰的时候 然后阿尔兰人不相信基督教 那么他采用的一个办法 就是给阿尔兰人看 他们土地上四处生长的三叶草 他说为什么他长三个叶子 因为呢 这是上帝在向你们展示三位一体 这一个神圣而又神秘的信念 于是阿尔兰人接受了基督教 那么同时呢 这个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狡猾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主教 那么指的是18世纪英国作家斯维夫特 他曾经任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司机长 而斯维夫特的The Tale of a Top 那个他的这个离体的结构 是分离跟守灵业的重要的结构模式 因此斯维夫特和他的这个统的故事 也是在全书中间不断出现的 因此这里边也是对斯维夫特的呼唤 那么此外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 Near the Petric 在泥炭堆附近 那么泥炭掌呢 是爱尔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现象 那么这个唤起了这个爱尔兰的背景 同时呢 烧尼泰也让人想起 圣帕特里克炼狱的传奇 传说圣帕特里克曾经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然后地面开裂 炼狱的火焰出现 此外呢 在1926年11月5日 给维夫尔女士的信中 乔伊斯说这个词里藏着都柏林建立式啤酒厂 创始人亚瑟建立式的名字 阿瑟 那么在乔伊斯看来呢 建立式酒是都柏林的代表 而且本书主人公就是一个小酒店的老板 而且呢 也正是圣帕特里克教会阿尔兰人酿造威士忌的 下面一句 这个呢是芬尼根守灵业中非常重要的兄弟之争的主题了 那么这个主题里边 同样包含着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 那么从历史原型来说 就是圣经中以撒的儿子亚哥 抢夺哥哥以扫的长旨名分的故事 而从阿尔兰的现实世界来说呢 就是阿尔兰民族自治领袖伊萨巴特 在1877年被另一位阿尔兰自治运动领袖 帕尼尔用计策取代这个兄弟之战 第十二 接下来的一句 那么这个呢 是书中的年长男性 跟几个年轻女性的关系 这个主题 那么一方面是前面出现过的斯维夫特 他吃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很迷恋 他有两个年轻恋人 而且他都把他们叫做 他们都叫以斯帖 那么此外呢 这一句中间也包含着苏珊娜 以斯帖和路德 这三个女人在圣经中间 都是跟男性 年长的男性有关系的 那么此外呢 这个fear in Vanessa 也可以让人想起萨克雷的名利场 Vanityfear 所以呢 在乔伊斯看来 这种年老女性 跟年轻女性之间的关系 年老女性 对年轻女性的迷恋 其实也是一种虚荣 就像麦克白 他是受到了三个女巫的诱惑犯罪一样 最后一句 那么这一句呢 说的是圣经中大洪水之后 诺雅喝醉 赤身露体的躺着 被儿子寒看见 他就到外面告诉了两个兄弟 Shan和Yaffer 然后呢 后面两个人他拿着长袍 倒退着 背着面给父亲盖上 并没有去看父亲裸露的身体 诺雅酒醒之后 知道了这件事 他就诅咒 韩的儿子迦南 必给他弟兄 做奴仆的奴仆 闪 韩 Yaffer 是人类的始祖 然后呢 出现在东方的彩虹 在圣经中间 是上帝跟人类 立下的和解的契约 我曾经用英文 发表过一篇文章 那个分析的是 乔伊斯在 在芬尼根的守灵业中 他写的人类历史 其实呢 不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 而是从大洪水之后 挪亚一家的人类历史开始的 亚当和夏娃的后代 他们除了这个挪亚一家 他们在大洪水的这个到来之后呢 相当于已经被大洪水终结了 那么 乔伊斯认为挪亚之罪 才是我们后代人类的原罪 而且挪亚一家 也正对应着 守灵业中间的 伊尔维克一家 那么 这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除此之外 这句话里又包含着 阿尔兰最后的共主 这个罗德里克奥康纳 还有呢 第一位踏上阿尔兰的英国国王 征服者亨利二世 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 标志着阿尔兰 凯尔特时代的结束和英国统治的开始 因此也是阿尔兰被殖民的历史的开端 因此这句话 无论是从整个人类历史 还是从阿尔兰历史来说 都是旧的历史的结束和新的历史的开始 乔伊斯正是非常巧妙的 用这句既结束又开始的话 结束了芬尼根的守灵夜开篇的概述 主题的概括 而详细的故事的叙述 的正式的展开 则是从后面这100个字母的雷声和堕落开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转折点的设计是非常巧妙和到位的 1972年 这个芬尼根的守灵夜的部分章节 开始在约拉斯夫妇的转折杂志上连载 评论的文章也立刻出现 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 在创作的时候就被人们谈论和书写 这是之前的任何英语文学作品都没有过的 虽然此时人们读到的只是片段 但是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已经把乔伊斯的这些选段称为 用破碎的优美词语传递出的真理 他说乔伊斯使用破碎的语言 要么是要使语言摆脱臣服 臣服或以死亡的抽象或构造 要么是要用绷带缠住伤痛 这样才能不受世俗目光的玷污 毫无保留的向上帝坦白那些肮脏的 病态的东西 就像神父在上帝面前做的一样 他认为这也解释了 芬尼根的手里叶的语言 为什么不分民族 没有时空 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一切都是一样的 此外 威廉卡洛斯还深刻的指出 乔伊斯不是自尤利西斯之后倒退了 而是向前了 我发现他的风格更丰富了 更有效的对人类灵魂做出点滴无虞的评论 英国诗人埃略特在读了这些选段后 更是兴奋异常 在格楚德斯特恩的沙龙上 一遍又一遍描述这部新作有多么好 说他多么高兴乔伊斯最终加入了 他们的语言实验的阵营 根据乔伊斯的朋友 尤金·乔拉斯的回忆 乔伊斯在创作芬尼根的手里叶的时候 也向他说过 按照评论家能够理解的 简单的时间顺序框架来写是很容易的 但是他是要用一种新的方式 来讲述这家人的故事 他是要在一个单一的美学目标下 建立起多个叙述层面 那我认为这种做法 已经跟中世纪的美学非常相似了 那我看到那个崔老师已经到了 那我对芬尼根的手里叶的简单介绍 我们就到这里吧 那个我相信这个同学们会非常希望 听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评论 好 那我们要不先把时间交给崔老师 请崔老师帮我们来引读一下这一本书 应该是可能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来看这个文本 然后回过头来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请戴老师和崔老师再交流一下 好吗 好 那么我们把时间先交给崔老师 好的 非常感谢戴老师和崔老师 很抱歉啊 刚才我因为学院里通知我 必须今天一定要做核酸 所以我晚了十分钟 大概但是戴老师讲的内容 我基本上全部都听到了 我很受启发 因为我完全和戴老师不能相比 我等于是完全是外行的一种个人的兴趣 所以根本就是我想同学们应该 从戴老师的刚才在讲座 他的专注里面来学习 而我这个只是一种个人的一种随感性的 但是我之所以敢 还是接受了这个主持人的邀请 来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 也是因为乔伊斯他自己 尤里希斯第一版出版的时候 当然那个出版本身就有 当时有很多 尤里希斯的出版有很多主力 但是他把这第一版 他特别签字送给他们家的门房 就是他们住的一个像一个楼房吧 他下边有一个看门的人 他特别送给他 因为这是和我们一般人理解的 那个不同的就是说 并不是他自己并不认为 他的作品是一种高深 高深莫测的非常精英化的 他恰恰认为 比如说他们楼下开门的人 应该读 和开门人的儿子以后会读 那么所以呢 我是根据这个精神 他是乔伊斯希望所有的人 不仅是文学研究的专家 都能来读呢 我所以当那个 鲁明君先生最早跟我说 让我来讲一下的时候 我才敢答应 那个 那我现在我简单的跟大家 我可以分享一个视频 我看怎么分享 我看看啊 共享屏幕 对 这样可以吗 可以看得见吗 我这边看不见 看不见 可以了 可以了 没问题 好的 但是我自己的屏幕 其他的一些挡住 我好像拿不去 去不掉是怎么回事 安全提醒 好的 我这个题目呢 实际上是我在微信上 在我这个微信 功耗实验主义治理上 写的一篇 短文 实际上是一个 一种杂感 一种感想吧 叫做 乔伊斯的人生 晚年万花筒 因为我作为完全外行 但是我怎么会对这个乔伊斯 产生了兴趣呢 一个刺激因素 是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 那个杜威 则学系的杜威讲座教授 Philip Kittcher 你看这个我这个视频里面 就第四本 最后第四本 他那个 Prelude to Pragmatism 因为他那个杜威 当然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他和中国的关系 我想很多同学也知道 是很深的 因为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杜威在1919年到1921年 在中国住了两年半的时间 他本来是访问日本 后来胡适让他来 他没想到 他没计划住两年半 但他来的以后 发现中国这么有意思 他竟然住了两年半 比如说他到湖南去做报告 给他做记录的 就是青年毛泽东 那么他当代 二世纪中国的重要的 思想家政治家 包括孙中山 杜威都亲自见过面 所以我一直是对 那个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联系到这个实验主义治理 在当前中国的 改革当中的作用 我其实比较关心 但是我发现这个Kittcher 他不仅研究杜威 当然他同时非常重要的是 科学哲学的 但是他不仅在数学哲学 在生物哲学 比如说这本蒙德尔的 蒙德尔的镜子 是他的生物哲学 那么他的早期的最主要的工作 实际是在数学哲学方面 但是他最近大约将近十多年以来 他特别转向研究乔伊斯 但我想他也是一种客串性 他并不是文学研究章家 但他特别重要的就是 他有这本乔伊斯的漫花筒 这我显示第二本 另外他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编的 就是一个从哲学上解释 乔伊斯尤利西斯的一个读本 由他主编 但是其他的很多学者都参加 那么我还比较就是 依赖的一个 当然这是一个很经典的 1959年 这个Richard Ellman的乔伊斯传 大家可以看到他呢 这是当时非常经典 但是我认为还是长久不衰的 比如说他这个乔伊斯传 他的印象大概是一开始 他就引用一段 这个菲尼根's week 就是戴老师翻译成 菲尼根的守灵业 那么 比如说他这个导论一开始 就用了这一句 然后接着呢 他这个导论一开始 他就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简明额要 但其实是很深刻 他说 他说这句话 我念一下 他说 Instead of allowing each day 就是 do the back by the next 就是 他不是让每一天 被下一天 就再往后推 被今天被明天 明天把今天往后推 完了 然后呢 就lapse into in precise memory 就是进入到了一种 不精确的一种记忆了 他呢 就 乔伊斯呢 he shapes again 就是他 重够他的经验 他每天的一个经验 他 which have shaped him 就是每天 shape他 影响他的那个生活经验 就包括 比如说 like rising or sleeping 包括起床和睡觉 所以 他这 so he is 就是这个 Richard Amman这个传记作者 他说乔伊斯 他 he is at once the captive and the liberator 就是他 他自己同时是 一个俘虏 但是又是一个解放者 所以他对自己的经验的 既是一个俘虏 又是一个解放者 他说 in turn the process of reshipping 就再造这个经验 就再造他曾经经历过这个经验 become a part of his life 就成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another of his recurrent events 不断发生的 就像那个起床和睡觉 那么这个其实 我产生一个联想 因为 有的一些传 很多传记 包括Richard Amman这个传记里也提到 乔伊斯是和 法国的 著名作家普鲁斯特 只见过一次面 但是他们 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 共同都生活在巴黎 他这一次见面 为什么只有一次呢 是因为有一个第三方的 有一个party 一个晚会 请了他们 他们两个还有其他的 一些文学界的人 在晚会上他们人挺多的 他们俩没那一句说话 结果晚会结束以后 他们俩又共乘 共搭一辆车 就共乘一辆车 但是那个川西 错诊 他们都说他们 以为这两位应该 素息谈心 但实际上 他们俩在车上 也没有一句话说 只是 基本上就没 好像没话可说 但实际上 从我们从这个 刚才我演示的这一段 这一开始 一段 就是 普鲁斯特 我用一个最大白话 最简单的就是说 就是很多的经历 当你 如果你不留心 你就一下就过去了 第一次经历的时候 就跟没 最后其实跟没经历 也差不多 他说为什么有时候 普鲁斯特 要再重回时间 reagain 就重新 抓住 失去的时间 那么 实际上他用一个大白话 就是说 我理解就是 就是很多事情 你要第二次再经历 才好像真经历 但是乔伊斯的作品 我感觉到就是说 其实他这个主题和 普鲁斯特很接近 对经验 那么但他好像 力图呢 至少他自己 就非常敏感的 同时呢 就是说 既是经验的俘虏 又是经验的解放者 就是他自己 至少力图 比较敏感的 当时的就感受到 这种人生的经验 那么 那么另外呢 我就是 因为我这个文学的训练很差 就是完全和戴老师 这种文本的深入的阅读 和研究不能比的 就是但是我 我比较从那个政治经济 哲学的角度呢 来看 那么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说 根据这本 这个Ulysses Ennotated 就是这个 就等于逐字逐句的解释 由利西斯 然后再反过来 从历史文献 比如Roy Jenkins这本 英国首相 英国自由党的首相 格拉斯顿的传记 因为格拉斯顿是非常重要的英国 因为现在英国自由党已经几乎消退了 因为现在只有工党和保守党 但是在19世纪和一直到1945年之内 比如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他就是自由党 他既不是工党 也不是保守党 那么自由党才是 曾经是非常重要的 那格拉斯顿是自由党的首相 他最早提出了爱尔兰的 他爱尔兰的这个自治的问题 叫Homerul爱尔兰自治的问题 那么刚才大老师其实也提到了这个Panel 就是他用计 把他更早的一个北爱尔兰的自治运动的领袖 搞下去了 那么在乔伊斯的所有的很多作品里面 这个Panel都出现 所以这个具体的出现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看这本书 有利息的安德特地 他就是他直接给出了某一页那里的人物 为什么就是Panel 就是以他为原型 他就给出了很具体的说明 那么我觉得从最有趣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这个杜威蒋座教授Kittcher呢 他把这个Finnigan's Week 就理解为呢 是他一种人生三部曲 我觉得不一定啊 就是说这个大家一定同意 因为刚才戴老师说的 我觉得我完全赞成 就是说实际上乔伊斯的 他有很多寓意 他有很多寓意 他自己就已经设想了 有很多重的可能的解释 同时刚才戴老师 我也完全同意 就是说甚至有的解释 乔伊斯自己可能都没一定想到 那么根据这个 哥伦比亚的这个Kittcher教授的 研究呢 他认为这个Finnigan的苏形 就是我用这样一个翻译 等会我讲 为什么我用 我觉得这个名字 当然不一定对啊 我为什么用这个翻译法 实际上是一种人生三部曲 这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是归青年阶段 那么尤里斯斯呢 是关于中年阶段 那Finnigan的苏形呢 是归人生的晚年阶段 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就是不排除其他的 就是他本来就是有多种可能的解释 那么这个乔伊斯这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当然顾名思义就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很多人以为认为 斯蒂芬也是有点乔伊斯本人的画身 由于他本人的一些 那么他的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了 就是叫做 就是to live to air to fall to triumph to recreate life out of life 这句话就是 反复被引用 他就是去生活 去犯错 去失败 去成功 去从生命中创造生命 这是在那个青年艺术画像的 第四章快结尾的时候 他就在海边看到一个年轻女孩 他不认识 但是他这个形象 使他产生了这种 去生活 去犯错 去失败 去成功 去从生命中创造生命的 这样一种激情 这反映了他这个年轻时期的 这样的人生 人生态度 但是那尤利西斯呢 他反映了 就照那个 Hitacher的理解 反映了中年时期的 成年时期的 人生态度和探索 这里面的一个代表就是 布鲁姆 就是尤利西斯里面的主人公 一个犹太的小商人 那么他既适应世界 又不忘 一步一步的 改造世界 那么 这里呢 我 以前 我曾经写过一个叫做小资产 这些社会主义宣言 那么就是这个 我现在说在这个 尤利西斯里面 不不 在这个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里面 的 Steven 那个年轻人 继续出现在尤利西斯中 但他不再 那样采取 众人结罪 我独醒的 孤方自场的态度 而是从报纸和广告推销员 布鲁姆 的一日游中 学习到他一定程度上 适应社会现实的 不要性 这布鲁姆是 都布林的犹太人 他一方面精通事故 另一方面 正直善良 甚至可以容忍 他的三流演员的 妻子的外遇 但他也并非全身心的 融入体制 他在关键时刻 就支持了小资产基地 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 等会我会说这是什么 那么在现在的爱尔兰 都布林 首都布林和世界 其他一些城市 特别是 乔伊斯居住了 十年的意大利的 里亚斯特市 每年六月十六日 都要庆祝布鲁姆日 大家可以从这个视频里看 这个布鲁姆日的 庆祝的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 斯蒂芬从布鲁姆身上 学到了既适应世界 又不忘一步一步的 改造世界的任性 斗争精神 进入了成年 似乎看似平庸的 繁琐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具有了类似 古希腊英雄史诗的意义 这也正是 尤里希斯这一书名的由来 因为这是古希腊的故事 那我为什么说 詹姆斯·乔伊斯 笔下的布鲁姆 是小资者的社会主义 因为乔伊斯自己说 自己认为 他是个社会主义艺术家 这是在他给他的 帝里的一封信里边 说的 他说很多人不理解我 都不知道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艺术家 这是他给他帝里一封信 那么但是什么社会主义呢 答案的线索 可以在尤里斯中寻找 当布鲁姆去竞选市长 他自己一想贴开去竞选市长的时候 他宣称 我赞成市政道德的改革 和明白的实戒律 新世界必然代替旧世界 所有的犹太人 穆斯林 异教徒联合起来 所有大自然的孩子 都有三英亩土地和一头牛 这个很关键 三英亩土地和一头牛 大家知道爱尔兰土地问题 是整个和爱尔兰自治独立 有密切联系的 那么亨利乔治 就是对孙中山影响非常大的 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 这个整个土地改革的思路 对中国影响其实非常大 但是亨利乔治的最主要在欧洲的影响 就是他去周游爱尔兰 所以爱尔兰是亨利乔治除了纽约以外 除了纽约和加利福尼亚 这两个之外 最重要的这个土地改革 这个亨利乔治的这个理论 那么亨利乔治当然也是一个 小自然社会主义 这个广义的范畴之内 那么接着这个乔伊斯 乔伊斯用布鲁姆的口语出的 自由货币 自由租金 自由相爱 自由的世俗的国家中的 自由的世俗的教堂 这个非常关键 因为这个自由的货币 比如说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很显然的例子就是说 大家知道这个乔伊斯是庞德所发现的 这个美国的评论家 但是和诗人 但是他长期在欧洲 那么是他最早发现 和出版乔伊斯的著作 那么但是庞德本人 却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研究 1918年 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 就是说1917年 俄罗斯发生了这个苏维埃的革命 职业革命 那么欧洲很多地方也发生了苏维埃 因为苏维埃这个词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委员会 委员会的意思 那么慕尼黑曾经在1819年 这段时间有六个月的时间 成立了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 那么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谓叫做财政金融人民委员 就叫格塞尔 这格塞尔就是 凯恩斯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 通论 就是他整个奠定 现代宏观经济学 包括GDP什么这些算计算方法 1930年书里面 他凯恩斯专门研究了 这个慕尼黑 苏维埃共和国 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那个财政金融人民 格塞尔的自由货币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也正是庞德 花了大量的时间来 但是当然庞德他自己 那个政治判断错误 他误以为 这个莫苏维尼会实现 格塞尔的这个金融改革方案 那当然他这个显示错误的 当然苏联电影导演 爱森斯坦 在巴黎与乔伊斯相识时 认为乔伊斯的尤里希斯 强烈的触发了他 动态蒙太奇的灵感 那么到了这个 菲尼根的守灵业呢 这个戴老师翻译 费了很多心血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祝贺 一个重要的 乔伊斯研究的成果 那么 皮特特认为这本书呢 可以至少 一部分理解为 他晚年的人生探索 或总结 那么 这是因为 乔伊斯自己在给 他的一个朋友的信里边说呢 尤里希斯是一部 关于白天的书 Fining is weak 是一部关于夜晚 和梦境的书 那么刚才 戴老师已经讲了 这个HCE 可以有好 这个名字有很多种解释 那么 其中有一种解释 就是 就最后这个 Ear Week 这个前面有一个耳朵 EAR 这个耳朵的意思 这是不是一种 忘文生意 还是发Fetch的解释呢 但是 确实有专门一本专著 John Pithop 一本专著 叫Joyce's Book of Dark 1980年出版的 他这个耳朵的 是 是这个 是这个 它可能暗示 人在睡眠时 耳朵还是警醒的 当然 那个 刚才戴老师说 这个可能是一种 一种小虫子 可以放到 进的耳朵里 我觉得这是 是一致的 那么 当然 所以这里 我 对戴老师一个请教 就是说 如果 我们 接受 这个HCE 睡眠中 耳朵仍然警醒的解读 那么 就是说 到底是 菲尼根的手能液 更好 就是 还是 就叫菲尼根的苏醒 更好 我觉得都可以 其实 但是 就这个 也许等会儿 听听戴老师 我是向戴老师请教 我这个外合的一种请教 好 那么 乔伊斯自己呢 他曾开文校说 解读他这本书 可以让文学教授们 忙上三百年 因为 尤里希斯虽然也比较难读 虽然那个 乔伊斯本人认为 他们家那个 楼里边 开门的人的 和开门的人的小孩 应该能读 但确实还是比较难读的 但毕竟呢 有比较明确的主人公和故事情节 但菲尼根的苏醒 刚才大老师讲的是有 也有 当然也可以说是有人 和情节 但是呢 不是很明确 很模糊 而很多信用需要靠读者 来重构出 主人公故事的 大概 这个男主人公 似乎是一个名为 这个就是HCE 的上年纪的人 但是呢 HCE 他又暗示 就这个从那个 第一个字母 HCE 这第一个字母 可以被解读为 Here comes Everybody 也就是说 主人公是所有的人 或者说 主人公是每个人 都是主人公 女主人公似乎是 Anna Livia Plarobla 但是 缩写为ALP 他没有明确的年龄 但又都是 又是都波林一条河 刚才大老师讲过 他的女儿 在没有成熟前 是一朵云 而他自己死去时 汇入了大海 那么 这可以理解为 在梦境当中 的一种 所以这个情节 需要 读者来重构 那么 那么从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 Kitts教授 我给他简化为 就是说 好像有这样一种人生 竟从Steven的青年 到布鲁姆的中年 到HCEALP 好像是老年 的一种人生历程呢 那么 因为尤里希斯的故事 毕竟发生在白天 主人公布鲁姆和Steven 一些自己也不敢正视的 想法和行为 乔伊斯 没有能够加以探讨 和给予 艺术表达 这就是 这些自己不敢正视的 想法和行为 只能在梦境中 曲折的出现 这就是乔伊斯说 芬尼根的苏醒 是关于夜晚的书的原因 就刚才大老师讲了 就是说 他在那个凤凰公园里面 那个情节 就是说 他是不是有一个 性萎缩的 就是什么 性萎缩的行为 就是说 比如录音笔啊 或者到底有没有 这个实际上说不清楚 他自己可能也不见得清楚 所以在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这个人生历程 Steven 布鲁姆 HCEALP 这种人生历程当中呢 这种 就到了中年 既要适应 但是又还要 坚持任性的改造社会 这种从成年 青年成年到老年的历程中呢 必然遇到一系列的困难 挫折 失败 有时是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有时是他人的背叛和伤害 但任性的斗争精神 这需要 有扩展的同情心 理解 宽容 接受和原谅 来滋润和支撑 那么这几个 这几个人性特点呢 被 俄伦比亚大学的 Keter教授 给概括成为 叫乔伊斯式的美德 Joyce's Virtue 就是他英文叫做 就是扩展的同情心 Extended Sympathy Understanding 就是理解 企图理解别人和社会 还有 有一种容忍 他有一种acceptance acceptance就是说 其实别人的不好的东西 就是 就是 你在理解和容忍的基础上 有时候 你也是 可以 应该acceptance 接受 和原谅 但是呢 乔伊斯并不是一种 自我欺骗式的 老好人 不是老好 这种人性美德 就乔伊斯所 强调的这种 扩展的同情心 理解 容忍 接受 和原谅 他并不是一种 老好人的意思 他认为 这些美德的获得 绝非轻而易举 即便获得了 也可能 再次失去 只有经过周而 复始的反复磨炼 HCE 即每个人 就是Here comes everyone 才可能达到 这种人生境界 就是这个Philip Ketcher教授 高伦美大学 杜威 他认为 这也才是意大利 启蒙时代思想家 维科 对菲尼根的 苏醒的影响所在 乔伊斯并不看中 维科的三个历史阶段 即刚才 戴老师也提到 神的时代 英雄时代 和人的时代 本身 就他并不觉得 维科这种 作为历史研究 分这三个时代 有什么 了不起的意义 他只是借用 维科的周而 扶持的视角 来说明 任性斗争精神 所需要的同情心 理解 宽容 接受和原谅 这些美德 只有经过反复 历练 方可制达 那么 所以我觉得 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比较 值得重视的 就刚才 戴老师已经讲了 这个 菲尼根的守灵业 或者菲尼根的苏醒 他一开始 戴老师也给我们 做了非常精彩的 逐字 逐句的那种解读 那么 我觉得 我现在就是 正好说 他的结尾 就是菲尼根的苏醒 结尾和尤里斯的结尾 一样 都是用了一连串 肯定的yes 就是没有 就是看这个英文的话 他没有 没有标点符号 但是有很多个yes 所以这显示出 乔尼斯 画人生悲剧 为人生喜剧的信念 这也是一种 深刻的民主信念 即相信每个人 就HCE 历尽千辛万苦 将能够在 自优的意义上 为什么自优呢 就是说 因为不可能 完全不受 既有体制的约束 自主的创造性的生活 所以它是肯定性的 所以在晚年的人生 万花筒中 HCE 就是每个人 将在 缤纷变幻的 多种可能组合中 那些万花筒 就是说 你一看那万花筒 它实际上 你回忆到 你以前的人生 当时可能 年轻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都可能有很多 不同的选择 有产生各种 不同的组合 这里有很多偶然性 但是又有自己的错误 有别人的背叛 但或多或少 可以看到一个 大致可以说 有价值的人生轨迹 这就是说 巧伊斯 他用非常普通的人的人生 非常 这个都是一天的时间之内 来 但是他深刻的 把握的一种 瞬间的经验 那么 他认为呢 实际上 每个人 经过这种 千辛万苦 周而复始的磨练 有可能在 次优的意义上 达到 这种自主的 创造性的生活 那 这次次优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 这是我 我稍微一个 隐身的一个理解 那么在 实验主义治理 微信公号 第437期里面 我也有一篇文章解释 什么叫做 次优定理 就是 次优定理实际上是 在民主理论上 企图回答 卢梭的一个根本问题 就卢梭在社会 区论提出根本问题 就是说 要找出一种 结合的形式 使他能以 全部共同的力量 来维护和保障 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并且由于 这一结合 而使得每一个 与全体相联合的人 又只不过 是在服从其本人 而且仍然像 以往一样的自由 那么这句话 很有意思就是说 他就说 因为你 俗传一个社会 是一个共同体 你必然要服从 共同体的一些规则 但是 卢梭希望 当个人服从 这种共同体的时候 又只不过是 在服从其本人 并且仍然像 以往一样自由 就这样 没有组成 社会共同体 一样 当然他这里面 假设没有组成 社会共同体之前 比如说那个原始 更原始的社会是什么样 这是 卢梭研究中 争论的很多 但是我们先 暂且不管他就说 他就说 当你组成社会 共同体 但你个人还保持 自己的自由 这怎么可能呢 那么 卢梭自己就 就意识到 很明显一个 少数服从多数 这就常用的 民主原则 就是对他的 根本问题 就是一个挑战 因为 少数服从多数 当你多数通过了 一个法律的时候 我少数 我服从的时候 怎么还能像 只是向服从 我本人 并且像以往一样自由 那比如说 我本来是不喜欢 这个 拜登的 比如说 我喜欢川普 特朗普 那现在拜登当选了 那么我服从 拜登的通过的立法 怎么还能像 我以前一样自由呢 因为我实际上是喜欢 特朗普的 那么 所以呢 卢梭他的回答是说 这个时候 就少数人 就认为 自己对公益 就公共利益的判断 是错了 就多数人理解的 公共利益 可能才是公益 那么他 这个东西 好像很理想化 但他是用一种 所谓的 陪审团定理 那么 刚才大老师讲了 这个 菲尼根的 属灵业 里面也有12个陪审团 所以陪审团 实际上在民主理论里面 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 这个陪审团定理呢 也是对概率论 现代概率论的发展 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因为 18世纪的时候 19世纪的时候 都还没有 就像量子力学 这样的物理学 能来推动概率论的发展 他就是在审判 这个犯罪的时候 那么 当然你要假设的 每个陪审员的 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概率 是0.5和1之间 因为如果你不做这样的假设 比如 那你就 你还不如直接就扔一个伞子 他至少50%的几率 是会是正确的判断 所以 做了这样的假设以后 那么你是用 比如说12个人陪审团 你是5个人 你是用 7个人 同意 才算通过 还是8个人 同意才通过 9个人同意 才算通过 就是这里面 可以用一个概率的 排列组合来计算 那么很多大数学家 拉普拉斯 什么 波松这些人 都是在这个概率 在陪审团的 人具体的研究和设计当中 发展了 现代概率论的理论 但是呢 所以卢梭呢 其实和他同时代的 孔多赛 也是用 这样 是实际上概率论的 一个早期的 主要的创 创立者之一 那么 很多学者用 孔多赛的陪审团定理 来说 就说实际 他这个陪审团定理 就是说 当你比如说 你12个人 你7个人的时候 你变成8个人的时候 他的正确的概率 也会增加 9个人的概率 就更会增加 那么 当然是在 我说在我刚才说 那个假设 这个田地下 那么 所以呢 很多人认为 就是说 卢梭所谓的 少数 服从多数 那少数 也不是被迫的 是因为他认识到 多数人可能更正确 因为根据陪审团定理 你可以说 人数越多 越接近正确 但是这个呢 在另外一些 民主理论家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分析 文化差异理论等等 都认为 人们的利益 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卢梭假定 人们根据公共利益 来向陪审团成员 那样投票 是过于理想化的 那么 所以呢 实际上呢 在绝对多数情况下 比如说 我喜欢特朗普 但是现在 拜登执政 所以拜登通过的法律 我可能确实是被迫 服从 而不是 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 对 但是呢 所以这句说 但什么是次优呢 就下面那边 这个次优 所以我不可能 总是生活在 只不过服从我本人 那种自由的 状态下 那么在次优的状态下 有一个梅氏定理 就梅氏一个数学家 他在1951年 证明了就是所谓 简单多数规则 能够在次优的意义上 接近如梭的自治 的理想 即虽然不可能 每个人 都总是生活在自己 喜欢的法律下 即只不过在服从其本人 但简单多数规则 可以使生活在自己 不满意的法律下的人数 最小化 这也是次优 在此的含义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看这个 实验主治公号这篇 解释这个定理 包括他的证明过程的介绍 我就在此部再展开 那么我是想说 这个我是把它理解为 就是说 为什么 菲尼根的苏醒 和尤以西子结尾 他都是用了yes 都是很肯定的人生的 所以他知道人生是 千辛万苦 有很多挫折困难 那么 他 就是乔伊斯他 我觉得他表达了 就是应该在 人能够在次优的意义上 自主的创造性的生活 那么 我最后呢 就 简单的联系一下 现在 就是现在当前的政治 因为乔伊斯和爱尔兰 民族独立动 有深刻的联系 他甚至启发了 最激进的独立运动领袖 当然也不能算最激进吧 阿瑟 阿瑟 Griffith 用新分 这个新分 这个新分在古爱尔兰语里边 是我们自己的意思 当然和 乔伊斯同时期的 也是他的朋友 或者更多时候就是 郑友 就是他们两人的 政治取向 其实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 因为刚才我念了那个 布鲁姆在竞选市长里边 一段话 他是 就是说 如果按照爱尔兰民族主义来说 叶芝是更加爱尔兰民族主义 那么乔伊斯呢 他当然主张爱尔兰独立 但是 他那个民族主义的程度 要低于叶芝 那么 刚才我说了 他那个 他是一个小自成人社会主义者 刚才戴老师也说了 有一个研究者 加拿大的好像说 他好像那个 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民族 他的很多作品里 这里反映了 就是这个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比较深的课题 是叶芝和乔伊斯 的政治取向的不同 那么现在爱尔兰 就是当前爱尔兰执政党 芬盖尔是从新芬 分化转变而来的 这是我说现在爱尔兰本身 但是在 十几天前 20 不是2002 2022年 就是 本月 5月5号的学举到中 新芬党 就这是在 北爱尔兰 英国的北爱尔兰 首次 成为 北爱尔兰议会 得票最多的党 得了29.02% 很多人开始谈论 从现在开始的五年之内 爱尔兰将举行 就是说 统一公投 但具体怎么做 是不是能做 但这还有待于观察 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那么这个发展和英国退优的 所谓三元贝论 有了直接的关系 这个就是 今年 就2022年的这个北爱尔兰 议会 就这北爱尔兰议会是北爱尔兰 英国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它是 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有自己的议会 那么伦敦那个议会是整个 UK United Kingdom 那么英格兰 它本身并没有议会 就说如果英格兰 也有议会的话 那可能确实 这个 英国就将 就成为 以前苏联变 独联体 差不多有可能 那么 那么 我说这北爱尔兰的议会 的选举结果 今年5月5号 结果出来呢 它是新分 首次 得票最多占29.02 那么第二个叫做 Democratic Unionist DUP 就民主 Union就是统一 就是他们 在北爱尔兰 主张和英国 连在一起不分开 不离开英国的 这它是占21.32 居第二位 那么在一席里 当然 因为它是比例代表制 在比例代表制呢 就是说 他川普 比如说他29.02 他得到的席位 新分党是27 那么民主 同一党 他得票21.32% 他转到一席 也就是 是25席 那么这是那个 比例代表制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和 英国本身的 比如说 首相 那个议会 那个选举 还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是更先进 在某种意义上 因为什么 英国本身 那个议会 它不是比例代表制 比如说现在那个 以前的萨切尔夫人 什么 他们都不是比例代表制选的 这个 在北爱尔兰特别 这是在所谓1998年的 Good Friday 就是 复活节星期五 北爱和平协议里边 特别 认为可能更代表民主性 民主性更大的 比例代表制 在北爱尔兰议会 所引入 那么 那么这个选与的结果 我为什么说和 所谓退欧三元 贝勒有面临 这个convening的 垂赖吗 这convening是 爱尔兰 的外交部长 这是在英国退欧的时期 的外交部长 那么在2018年 11月25日 英国和欧盟 最终达成了退欧协议 这个退欧协议呢 它实际上要 想达到三个规则 三个目的 但这三个目的是不可能同时达到 所以这就是爱尔兰外长所说的 实际上有一个三元悖论 这什么就是说 一个是英国保持爱尔兰和英国的边界开放 也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边界 一定要开放 等我解释为什么 第二个 是北爱尔兰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 不存在规则屏障 这什么意味 因为北爱尔兰里面它还有那个DUP 它支持和英国在一起的 它不愿意 和其英国其他地区和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之间 有比如说那个产品 比如牛奶啊 一些产品 那个婴儿床的标准什么都不一样 它不愿意 所以它这个也要达 就是说北爱尔兰必须还是在英国之内 但是呢 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不能有硬边界 等我解释 这是最关键的 那么因为有了硬边界 实际上就1998年的 福货节星期五 那个北爱河币协议就无法 就被打破了 那么它必须英国同时脱离欧盟的 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规范 这是因为这是脱欧的一个内在的要求 就是你不能脱了欧了 你还和他和欧盟和其他国家同样关税 他脱欧的目的就是不要和其他国家一样关税 而且他的市场规范也不一样 比如说那个酒 比如说多少度的酒 就当时就是比如说那个 威士忌 比如说这些标准 就是说英国自己就可以 他不需要和欧盟再统一 比如多少度 才能算lique 那么 好马上快结束了 那么所以这个退欧三元悖论 它蕴含着 就刚才我其实已经说了 就是如果英国既要退出欧盟的关税同盟和统一市场规范 又要保持爱尔兰和英国的边界 实际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边界是开放的 也就是说是不可见就看not visible 没有硬性的收取关税的设施 那么北爱尔兰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不存在规制屏障 就不可能同时实现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任何第三国都可以用各种走私 和违规产品都可以通过 通过爱尔兰的开放边界 就是通过北爱尔兰到爱尔兰的开放边界而进入欧盟 所以就不存在退欧的意义了 对欧盟来说完全走私大门打开了 但这种让北爱尔兰和英国其他地区不一致行动的方案 是北爱尔兰就长期的多数支出的 就这次在今年5月5号 他们才变成第二大的议会党 在长期执政的民主统一党是坚决反对的 因为他这个党的支持者多数是北爱的新教居民 他知道爱尔兰大部分是天主教 他们在1922年 爱尔兰自由国家宣布从英国独立的第二天 根据当时英国和爱尔兰达成的协议 行使了脱离爱尔兰的选择权 他说这个因为 这个爱尔兰反抗英国殖民的 斗争很长 刚才我开始讲 从格拉斯顿这个自由党的首相 试图给他们自制鸿路 但是这个自制 他第一次这个鸿路并没有通过这个法案 他第二次呢 勉强通过了 但实际上呢 很多深层谋的没有解决 所以在英国加入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1914年 就爱尔兰要求独立的人呢 就准备就是利用这个 因为当时一个最大的争议 就很多电影人反映这个 就是说爱尔兰的人要不要加入英国的军队 去代表英国比如说和德国打 那么在1916年爆发了重要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暴动 这爱尔兰争取独立旗的暴动 最后来英国不得不让步 在1922年决定让爱尔兰 这个可以呢 成立自为爱尔兰自由国家 1922年 但是他加了一条就是说 北爱尔兰可以行使脱离爱尔兰的选择权 所以北爱尔兰 他确实行使了一个选择权 所以英国的国民从1800年以来的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就改为从1922年以后 叫做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那么 但是呢 英国退欧威胁到了 这个1998年的北爱和平协议 这个协议为什么特别关键呢 因为 根据这个协议 爱尔兰将不再根据1937年宪法 要求和北爱尔兰统一 因为1937年爱尔兰正式的宪法 他宪法里写着和北爱尔兰统一 是他爱尔兰国家的目的 并且相应的98年他修改的宪法 就不要求和北爱尔兰统一 那么英国保证北爱尔兰的未来宪法地位 必须经过北爱尔兰居民同意 才能确定 同时英国同意 北爱的议会采取比例代表制 确保新教居民和天主教居民各自的代表性 北爱居民可以自愿选择英国或爱尔兰国籍 或选择同时拥有英国和爱尔兰双重国籍 所以这是非常优惠条件 就北爱的居民可以选择英国或爱尔兰 也可以选择双重 同时因为爱尔兰和英国都是欧盟的 关税同盟和统一市场规范的成员 北爱和爱尔兰之间的边界已经开放 就没有必要再说有这个 再加上和平协议中的北爱居民 可以自由选择国籍 这使得当时最接近的北爱尔兰共和军 就从武装斗争要争取 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 也不能不支持和平协议 所以这个1998年的福霍杰新教居 这个是非常关键 而它的一个关键其实是在于 英国和爱尔兰都是欧盟的关税同盟 而同时你又给它有双重国籍选择 所以它就不需要再有这个 硬的边界就没有边界了 也不用收关税 那么所以要求那个北爱尔兰独立的 和爱尔兰去独立 摆脱英国的就没必要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 它就没必要 它本来都一切都开放 你可以同时选择 双重国籍 或者自愿选择某一个国籍 但是呢 刚才我说退欧悖论 这个三元悖论又把这个打破了 因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边就知道 所以呢 他现在必须保证 就欧盟强烈要求 就是 就是呢 因为你不能让北爱尔兰成为 对欧盟走私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通道 所以现在实际上 到目前为止 这个就是从英国 途经英国发出的后务 它是在北爱尔兰港口 进行检查 那这实际上 还是把北爱尔兰 和其他的英国 地区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隔开了 所以北爱尔兰 的 统一 民主统一党 它是不同意的 所以这次非常激烈 那么 英国呢 表示 要 放弃 就是和乌盟最大争议 就是英国现在 现在说 要等于要撕毁 单方面的撕毁 这个 北爱的这个协议 就北爱尔兰协议书 就 Norning Ireland Protocol 那么这个 是引发了 爱尔兰和欧盟的激烈反对 那么也是这次 5月 5日这个选举 使得 就是新分岛 就是实际上 就一直长期以来 主张和爱尔兰统一 北爱和爱尔兰统一 同时呢 但因为 1998年的和平协议 由于有欧盟的这个 双方都是欧盟 而实际上导致 它那个统一 意义不大 就等于实际上 已经统一了在很多意义上 所以现在 所以所谓5年之内 北爱尔兰统一 可能 就和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统一 又提上日程 那么这个呢 实际在某种意义上 又回到 叶芝和 乔伊斯的辩论 因为 这刚才我已经暗示 就是说 乔伊斯的 他虽然主张 反击殖民主义 但是 比如说他那里面 刚才我说了 乔伊斯的有一个 这里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 自由的世俗的国家中的 自由的世俗的教堂 所以乔伊斯是反对 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堂的 这种 政教 但是呢 天主教在爱尔兰的意义 由于他反对 英国殖民主义 这个天主教呢 在爱尔兰影响非常大 那么乔伊斯不愿意 因为 就是说 这个爱尔兰天主教 有 这种反对英国殖民主的意义 就不能批评 爱尔兰天主教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说他和叶兹的很多区别 就在当前 由于英国退欧以后 如何理解 就下面五年之内 爱尔兰的 统一问题 可能就是 仍然有意义 所以这不仅是一个象征意义 也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而是很有现实的意义 好 我就简单 说太多了 可能 好 谢谢大家 我就简单的 就是外行的 我发表一点 个人的 等于读后感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崔教授的精彩的分享 那么从中我们也可以 充分的领略到 一位优秀的 政治学 经济学 学者 一个独到的视角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 要不我就行使一下主持人的权利 来安排一下接下来的环节吧 那么首先我想一个各位听众读者非常感兴趣 也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戴老师回答一下 就是芬妮根的守灵业的这个译本啊 现在的目前的状况 因为也有好几个读者在弹幕里面聊天里面问到这个情况 能不能请戴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 非常快乐 就是就还剩下最后 最后一些一点收尾的工作 如果不是疫情影响 其实还可以更快一点 我们都很期待那个 这个译本能够最终完全能够完成 然后呈现在读者面前 那么下面就是能不能请戴老师 简单的回应一下 崔老师在他的那个分享里面 向您那个提出的一些求教 对吧 没有 其实我也是向崔老师学了很多 我刚才关掉视频 偷偷拍了好多他的PPT 然后我是深刻认识到 就是崔老师他的那个 跟我的解读角度真的是不一样 崔老师对那个爱尔兰的政治 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然后呢 为什么我要谈这个呢 因为崔老师的就是选择 他选择分离根的苏醒 其实呢 在我的那个第一卷的译本的 那个序言的最后一部分 我说这个书名为什么这样译的时候 我就谈到 我翻译的时候 我就在犹豫两个翻译名称 一个呢 是分离根门苏醒 一个呢 就是分离根的守灵页 然后呢 我在这里边呢 我就就谈到分离根门苏醒呢 其实它是就是可以跟就是崔老师谈的那些爱尔兰的独立啊 分离啊 运动啊 然后就是整个这个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都连在一起 那么这个呢 确实是分离根的守灵页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那么当时的时候 我在书中我也说 其实这是就是分离根的守灵页 代表的是爱尔兰的文化传统这条线 分离根门苏醒代表的是爱尔兰政治这条线 然后呢 我自己大概是因为我自己是学文学的 我犹豫了很久 我还是选 没有选择政治 然后呢 选择了传统 那为什么分离根的守灵页是代表传统呢 因为其实分离根的守灵页这个名字是来自爱尔兰的一个民谣 就叫做分离根的守灵页 其实我也可以把它翻成分离根门守灵 或者是就是其他遍一遍 但是我特别就是喜欢那个民谣 我不希望就是放弃这个书跟它的呼应 那么所以呢 就是像是那个分离根的守灵页的民谣呢 它讲的是一个尼瓦将喝醉了 然后呢 从这个墙上掉下来 那么在这里边 它包含着爱尔兰文化的好几个元素 那么一个当然是酒的元素 其实那个爱尔兰人好酒酗酒 然后这个就是包括就是我们都喜欢喝他们的那个Guinness 就是酒是很重要的爱尔兰的文化 然后呢 那里边的就是那个 它从墙上掉下来 那个那个坠落 堕落 人类的原罪 以及这个爱尔兰民族被殖民的这种 就是相当于fall 那个失落 这里边都都在里边 然后呢 守灵页呢 它守灵页是爱尔兰的一个很独特的文化传统 我2004年在都柏林就是参加了一个模拟的守灵页 然后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没有办法忘记 就是他们的守灵页里边是充满了诙谐幽默 一种就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人生态度 然后其中的诙谐部分呢 我也是就是相当于是对我也是影响非常大 然后我的第一篇关于乔伊斯豆 就是他爱尔兰的文化的诙谐部分 然后呢 而且就是现在包括我们复旦也有就是老师 博士在研究爱尔兰的诙谐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 这个芬尼根的守灵页们 也是芬尼根的守灵页 其实它能够让我唤起就是里边的 就是深厚悠久 然后那个带有故事性的爱尔兰传统 所以在我犹豫来犹豫了很久之后 然后我自己还是选了芬尼根的守灵页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文学者和一个政治学家 两个人的不同的选择吧 那个有那个听众也在聊天区提到 就是戴老师和崔老师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视角 互相补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图景 有这个读者 要不我们先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吧 有一个听众想请问的是戴老师 就是他说 稍等 刚才看到现在有 这个 我找不到那个他的那个问题了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位读者听众想问戴老师 就说请您简单的讲一下都柏林人 然后看他乔伊斯的一系列作品之间 有没有内外的联系 是不是请戴老师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切题啊 但是有听众问道 好的 那这个都柏林人其实是个短篇小说集 然后呢在这里边就是相当于是 乔伊斯他自己的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对都柏林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批判 他自己叫做politis 就是那个精神是瘫痪的 然后所以各个小说呢 实际上主要包括里边也有酗酒 也有那种胆怯 也有自私 也有就是那种 缺乏那种冒险的勇气 反正总而言之 就他就有点很像 我们非常喜欢把就是他的都柏林人 跟那个鲁迅的作品相比 他们就相当于都在批评各个国家的这个国民性 那么至于就是他们直接有没有联系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在艺术上的联系更加的就是明显 因为就是都柏林人其实是乔伊斯 相当于是从从传统的那种现实主义的写法到现代主义写法的一个过渡 这个我觉得就很像那个就是我们看那个现代现代画 比如说毕加索 我们觉得他好像他的立体主义 我们觉得很难理解 但是其实毕加索他有很多非常 就是他要写画现实的那种写实的绘画 他可以画的非常棒 乔伊斯也是这样的 就是都柏林人 你看他的那个那个就是写实 无论人物塑造细节描写 他的那种情绪的把握 达到了现实主义的就是就是非常成熟的高度 然后在这里边呢 他放了一些就是我们会说的 那个精神顿悟 就是他的整个的叙述 已经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的那种情节了 他是要进入了现代主义的这种 就是内心世界精神的一个 一个情节上的跳跃 精神上的一个领悟 那么到了那个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呢 就是乔伊斯的这种现代主义的这种 意识流的说法就可以说已经是相当成熟了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在情节上出现了 他的可以说是贯穿史中的这个Steven 就是往后贯穿的这个Steven这个形象 就是他自己的形象已经非常突出 而在杜布林人中间只有到最后写的那个死者中间 他自己的形象还是就是比较容易看出来 然后呢这个到了尤利西斯呢 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他的故事 就是接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讲的 但是他的叙述手法已经是再次超越了现代主义 然后呢就就把那种现代主义和那个相当于是托尔斯泰 他们才做有才具有的这种社会现实主义 这种非常广博的社会背景 都已经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那么到了芬尼根的守灵业呢 那个乔伊斯可以说是 就是他被认为这部书被认为是后现代文学的鼻祖 就是他的整个的叙述手法和他的艺术观念 已经是超越了现代主义的了 所以就是我一直说就是乔伊斯的四部书 一部都是在前一部的基础上继续的提高 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一个就是艺术理念的不断的发展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这位同学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觉得怎么样 我是自己听得很清楚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 可能是提给两位老师的 就是有听众说 就说乔伊斯的他这样一种现代派艺术家 他有一种刻意脱离普通读者的精英做派 和像资本主义经济谋生方式的一种半信半疑的逢引 那么关于这一点 两位老师不知道有什么觉得有什么看法 崔老师有没有他这种政治的经济的问题 因为刚才我其实提到一开始就是乔伊斯把他尤利西斯第一版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他这里边有黄色不能出什么的 在美国不能出是在巴黎的那个莎士比亚company 在巴黎的一个书店现在还是一个旅游圣地 在那个书店里边是一个美国的女老板爱好文学 是在这个莎士比亚company给他出的第一版 印的很少 本来就是因为当时已经给你给他告上法庭在美国 就都很麻烦 所以这个第一版是很宝贵的 就是亮印的很少 但他特别给他那住的楼房的门房 亲自签字送了一版 因为我呢就这么理解 就是说就是以前咱们文革的时候 把那很多所谓用什么三突出来表达工农兵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尊重工农兵 而是呢其实因为工农兵的感情世界 就是说乔伊斯就是很普通的人 什么小酒馆的呀什么这些 他乔伊斯就说非常普通的劳动人民 他们的内心生活内心世界非常丰富 是需要用意识流这些所谓现代主义 或者甚至有人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来表达的 不是用简单化的脸谱化的三突出什么之类 因此呢我不认为乔伊斯 因为从乔伊斯他自己反复强达 他说你们所有人都误解我了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艺术家 这是他特别给他递 因为他和他他因为乔伊斯他一方面他是 我怎么刚才说的他一方面 他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 但他觉得爱尔兰由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本身呢 有很多落习 所以他觉得爱尔兰本身的文化 包括天主教非常压抑 所以他去到意大利去教英语 他先去了以后他把他弟弟也带去 他弟弟一直是意大利的英语教学的一个 后来很成名的了 因为他长期因为他也不写小说 所以当乔伊斯后来去了巴黎以后 他弟弟还在意大利一直教英语 把这个英语在意大利 等于他弟弟成立开山鼻腹 一个制度化的一个教英语的这个学英语的这个 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他给他弟弟的写这个信是很关键 他说是他说你们这这就是那个 Richard Ellman我说那个传记1959年 这个传记因为这个传记虽然59年写的 我认为还是很经典 因为他在写这个传记的时候 他采访了很多人当时还活着 包括叶芝的夫人还活着 所以现在后来虽然有很多新的 我认为很多都没有达到Richard Ellman的水平 因为他很多当事人 这个Ellman是他当时还都活着 他都和人家谈了 所以他非常强调就是他对他弟弟的 乔伊斯的提携和关怀和他这封信 说你们所有人都误解我 我是社会主义艺术家 但他这个社会主义 他不是一般我们理解社会主义 而是一种叫做小资产级社会主义 这是共产党宣言里面 马克思所批判的一种小资产级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现在来想一下 中共中央也要求所谓扩大什么呢 中产收入阶层的比例 这是中央文件里说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你如果严肃地考虑的话 实际上是小资产级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没有用这个词 但实际是这意思 所以乔伊斯的很多探索 他为什么说可以让文学专家来弄研究三百年的 因为他非常下功夫 他的历史经济学政治学 他都看得非常深 他不是浮潜的这么一看 他是真正把他在推理什么他都看 那么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反精英的 同时他认为普通人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 就不能贬低普通人 我这只是他的真正的一种社会主义平等的信念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 谢谢崔老师 那么最后可能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要不我想请戴老师给各位对这个文本感兴趣的同学 如果大家要去研习这个文本的话 是不是能够给大家一些建议 因为如果面对这样一个非常有深度厚度的文本 可能大家一时觉得无从下手 要不过请戴老师给各位同学稍微给一些建议 那首先呢 就是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去读读 就是乔伊斯前面的作品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是乔伊斯的 因为他乔伊斯的里边 其实他包含着很多之前的主题 然后呢 此外还有就是那个 像崔老师不断提到的那个艾尔曼的传记 而尔曼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记家 他不仅是乔伊斯的传记 王尔德埃耶治的传记 在传记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那个他呢 就是他的这个传记也值得去看看 因为乔伊斯 他会把他自己个人的经历 跟他对整个人类的理解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了乔伊斯的这些背景 那么里边谈的一些东西呢 也许你就会能够稍微有些理解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像我在复旦给同学们开那个 尤里希斯经读课的时候 我就说就是其实呢 他可以对照着 一定要看那个 那个annotated 那个就是注释 因为乔伊斯他的用法 他用词他不是说是指在这个文本里边 他会就是相当于是这种直接引申到很多历史文化的背景 还有他其他作品的背景 就是你读他一部书 其实不是读这一个故事 而是后面一大堆的文化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要是没有注释呢 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那这一点呢 是其实那个分离根的守灵业有很多很多注释的书 我自己的翻译也是要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的 那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觉得像是中文读者 比较好的就是我的翻译是把相当于是我自己搜集到的注释 解读我都已经放进去了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在相当于 首先就是要还是要读英文原文 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词语 然后读的时候你可以英文的放着 然后呢再看看我的注解我的翻译 那么基本上他的在谈什么你大致就都知道了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入门 当然要深刻的理解嘛 就像我们做学术研究都知道的 就是其实他后面涉及的那种美学眼里的 包括比如说像他提到维克 他提到布鲁诺 他提到的那些那些作家作品理论 其实要想理解乔伊斯都是需要去先去理解的 那这个就是已经更加高深的研究了 这个不一定需要对于普通读者来说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做广告 就是先看就是同时看英文和我的注释 然后了解一下乔伊斯自己的创作和他的那种经历吧 那么要不我也给崔老师提个最后提个问题 就是崔老师刚才在讲座里面提到了 那个美国的哲学家Philip Kitch 对吗 那个这位哲学家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哲学家 因为他是研究实用主义的 那我想请问崔老师的一个就是说 我很好奇为什么Kitch最后会去 把这个文本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对象 来仔细的研究 那么是什么原因就是 把这个文本带到崔老师您的那个视野当中 让你对他发生那个很大的兴趣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块 您的背后的一个驱动力 为什么 其实我开始说到就是这个实用主义 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 那么 Kitch他这个所谓哥伦比亚大学 长期杜威任教 因为杜威从芝加哥 后来就长期到哥伦比亚 这个所谓任命的这个杜威讲座教授 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对哥伦比亚大学 那么他呢 担任这个讲座教授呢 他的很多研究呢 实际上是杜威所关心的 因为杜威他也很关心艺术 他有那个对艺术美学的专注 那么这个他在中国的两年半的时间 其实也受到中国的 他不仅影响了中国 其实中国对他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发觉 而且很多问题我觉得 从杜威和Kitch来看 都是完全相通的实际上 比如说刚才我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叶芝和乔伊斯 对爱尔兰民族主义 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都反对殖民主义没问题 但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乔伊斯对爱尔兰 本身传统的 的里面的那个不好的方面 他批评的更更尖锐 但叶芝呢 有点觉得 因为现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 叶芝他其实就是说 有点不敢 他要过多的和爱尔兰的传统妥协 那么我如果用中国人 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话 就是说乔伊斯 他是 如果让我们中国共产党听成 有的话叫做 反帝和反封建 必须定举 必须同时 你不能只反帝而不反封建 或者只反封建而不反帝 就是有一个中共的理论家 他叫 胡绳 他在 刚解放1949年 大概是那时候写了一本书叫 从亚片战争 到五四运动 那么他认为中国革命的 基本经验 就是同时 反帝和反封建 就是你要反对外来的压迫 同时你要反对 本国的压迫势力 那么我可以说呢 乔伊斯就是在爱尔兰的情况下 同时进行反帝反封建 而叶芝呢 他反封建就比乔伊斯差一点 就是我这高度简单化 但是我想说明这个是一个 为什么有一个相通性 就是所以也是乔伊斯 为什么很多作品里 他没有时间地理 国家民族什么之类的 就这是我为什么会对他 我觉得他有一种普遍的启发性 好 因为我们这个讲座 有时间的限制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怎么样 反正我自己是在两个小时 多一点的时间里学到很多 因为我自己本人 也在开我们学院的 研究生阶段的 那个语言哲学课 我决定在下一个轮的课程里面 把乔伊斯这个 菲尼庚守灵的 这个开头的文本 作为一个例子 来放的 当然我不会 没有其他的进行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生动的 可能帮助大家能够理解一些 非常枯燥的哲学理论的 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那么也是很感谢 戴老师在这个讲座里面 为我们深入浅出的 讲解了这几段文本 同时也感谢崔老师 能够给我们从一个 更宏观的政治经济的视角里面 给我们提供一个立体的背景 让我们能够来理解这个文本 那么要不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晚的对谈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戴教授和崔教授 谢谢崔老师 谢谢崔老师 再见 再见 各位再见 晚安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